第四節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興又來到聖經教而戰 我覺得神的話真的充滿了能力 我們在導讀的這段時間裡面 好像神的話自己就對我們的心說話 所以鼓勵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家人可以一起導讀 或者是像我跟凱萍一起導讀 我們可以一唱一和 喔不是一唱一和 就是互相的應和 然後我覺得神的話就更加的發出了亮光 感謝主還是要說聖經教而戰 戰就是戰就是戰 好今天的進度來到 以弗所書第五章 十五到十七節 我們一起來攻讀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們從十五節開始 你們要謹慎行事 你們要謹慎 謹慎的行事 我們自己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不要像愚昧人 當像智慧人 我們被神拣選 我們就當像智慧人 凡事都謹慎行事 就不會像愚昧人 像一個智慧人 智慧人 感謝主我們要小心謹慎行事 不要成為那愚昧的人 當像那智慧的人 因為耶穌賞賜給我們 每位弟兄姊妹智慧 也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我們要愛惜光陰 要愛惜光陰 不但要謹慎行事 我們也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所以我們要小心謹慎的行事 要愛惜光陰 要像智慧人 因為現今的世代非常邪惡 是的 現今的世代邪惡 我們要愛惜光陰 我們不要虛度光陰 要愛惜 愛惜神所賞賜給我們的光陰 現今的世代邪惡 我們要更加的愛惜光陰 做神所喜悅的事 謹慎的行事 不要做糊塗人 不要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要明白要明白主的是主的旨意 我們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Amen 不要做糊塗人 謝謝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Amen 是的主 我們要做明白的人 不要做糊塗的人 Amen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主要讓我們成為一個謹慎行事 有智慧的人 Amen 我們來愛惜光陰 Amen 主要不要做糊塗人 要成為明白的人 Amen 是的 我們就一起來祷告 天父上帝 謝謝你 謝謝你 你賜給我們最美好的禮物 就是你給我們的光陰 你給我們的時間 主啊 這個世代邪惡 但是你提醒我們 在我們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們都警醒行事 不像愚昧人 像智慧人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主的旨意 都是和神的心意 不要虛度光陰 成為那個邪惡的人 主啊 謝謝你 聽孩子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